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上一期我们从机动性能方面展开了全面的测评 回顾上期内容 Inspire 2急速可以破百 补充的速度达到了9米每秒 相较于物一 刹车的平稳度也更加的优良 云台工作非常稳定 降落支持平地检测 全新的运输模式更加的方便快捷 当我们在讨论Inspire 2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航拍 第一期说完了航 那么这期我们就来说说拍 本期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测评 1. X5s和X5相机的画质对比 2.全新的智能功能Spotlight Pro 3.全新的FPV功能 现代画质对比 左边是Inspire 2搭载全新的X5s拍摄 右边是Inspire 1搭载X5拍摄 前提条件是两台飞机飞到同一地点同时拍摄 第一张正常日光下的情况 中央放大后可以看到 Inspire 2明显要锐利很多 边缘放大可以看到远处的楼层也更加的清晰 第二张我们选取落日的时分 Inspire 2也更加的锐利 第三张我们尝试缩小光圈 Inspire 2依然是更加锐利 再来看看夜景 可喜的是 两张都是在1.3秒的曝光时长下拍摄 而且两张都没有糊 暗部和亮部的对比 依然是X5s更加的锐利 另外这张夜景效果同上 再来看看夜景视频拍摄的表现 我们使用了自动挡拍摄 可以看到X5s依然更加锐利 色彩还原更好 画质更加细腻 第二部分Spotlight Pro 就我们的理解 全新的智能功能Spotlight Pro 应该算是升级版的智能跟随 Spotlight Pro的图标 常注意DJI GO界面的左边 点击后直接框选拍摄物 这个时候拍摄物属于锁定状态 可以任意打杆改变飞行轨迹 从而营造富有变化的画面 出片流畅 动感 可能专业飞手也难有如此高的成功率 Sportlight Pro也可以用于拍摄大景物 比如这样 比如这样 再比如这样 炉的局部也可以 刷锅环绕变得异常简单 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 下面来看看更厉害了 点击左边构图 先构图 然后在预想拍摄物会出现的位置画框 拍摄物出现 按快捷键C2 拍摄物被锁定 跟拍 打杆控制飞行轨迹 这个功能有点手足带透的意思 我们又来试了试拍摄路人 很小但是成功几率很高 下面也是个人认为是这一功能的正确用法 画框 拍摄物出现 按快捷键C2 拍摄物被锁定 跟拍 打杆控制飞行轨迹 我们看到设置里面还有两个模式 自由就是相机始终朝向拍摄物 而机身可以自由操作 云台在有纤维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纤维解除的功能 意思就是说 云台正在锁定景物拍摄 而机身旋转达到纤维的时候 机身可以自动旋转回来 此时云台居然纹丝不动 而另外一个跟随则是机头始终和云台保持一致 第三部分FPV Inspire 2机身前端增加了一个全新的FPV摄像头 用于查看机身正前方的视角 意义在于多了一只眼睛 在超市具有飞行情况下会更加的安全 并且它具有两周云台提供自吻 这个FPV视角在DJI GO界面的右下角可以自由调整可视大小 也可以居中放大 需要注意的是 iPad版DJI GOES才有 手机并没有 由此引发最直观的改变是 在直点飞行中使用会默认放大FDV 再次视角点击前进方向执行直点飞行 这时可以打赶 改变飞行自由拍摄 而配合Sport Lite Pro则可以玩出更多花样 比如后退飞行也能避过障碍物 看看我们的演示 先框选这台车 在自由模式下调转机头 看着FPV视角飞过两棵树中间 就可以实现如此有冲击力的镜头 比如这样 这样 再比如这样 总结 一 画质对比 X5SB X5相机呈向各方面都有提升 前者可以拍摄5K照片和视频 以及全新工作流的提升 都是和X5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 当然 两款相机其实都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二 全新智能功能Sport Lite Pro 让航拍难度降低 汇集到更多非专业用户 也有助于全新航拍工作方式的转变 三 全新的FPV功能强调三个词 安全 安全 还是安全 多了一只眼睛 可以轻松应对空中复杂的飞行情况 从航和拍两方面的对比来看 Inspire 2较于一代 都有很多方面的提升 而且 Inspire 2的整个产品形态 也更加趋近于专业领域 可能高昂的价格让个人用户万而却步 但对于专业的航拍从业者而言 绝对是值得入手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锁定我们的节目 下期再会